夫人倒在公园里一旁家属好着急 趕快告诉警消就是妻子使用公园器材被砸伤 拜托帮帮忙 事发在新闻是永和的人爱公园 15号下午2点多 夫人就是使用上肢牵引器 结果用着用着整根断裂根本来不及反应 意外就这样发生 而上肢牵引器锻炼肩手腕和手臂的肌肉 可以提高上肢的灵活性 整根超过200公分数十公斤重量 就这样砸在人体身上相当疼痛 66岁的曾姓妇人也因此头部见血 右小腿也骨折 我们实际回到现场可以看到 这个锻炼的上肢牵引器已经拆除 甚至他们还先用这个三角锥把它给覆盖 而根据初步的调查 趋公所怀疑他们是因为日晒与林的关系 加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软垫 它含水量比较多 才会让这个基座来生锈发生意外 最近检查的时间是洗衣月份的时候检查 那时候顶座是有部分的一个生锈的状况 当我们用狼头去敲的时候 它原则上还是属于安慰的一个状态 那可能这两个月以来都下雨的时间还蛮频繁的 所以加速它的一个 一个锈时的一个状况来导致锻炼 趋公所说 未来规划会从每季检查一次变成每个月都要例行检查 另外赔偿部分公所也有保公共意外险 会负起责任绝不逃避 但公共设施出现意外 看看现场 很多年长者都在轮流使用这款上肢牵引器 区公所得好好重新检查一遍 别再让无辜的民众受伤 TVBS新闻 董事努新宴 新北市报道